今天讲的就是大几滴B试音的那个问题 就是不要那个上来就把话筒大着 话筒大其实不一定是好事 你听不清楚鼓 你整个人就会很难受 你会很尴尬 你就感觉后面没有伴奏 你自己在那唱 就我觉得是说唱歌手 很至关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唇齿的地方 就什么是唇齿呢 就你听我现在讲话 唇齿 唇唇唇 这个频率在这儿 就是8000 8000赫兹的地方 你感觉可能很细微 但是其实已经有巨大的变化了 你就听他嘴巴的地方 现在是没有 看那边 现在我把它打开 你就是很清楚地听到自己在唱什么 音量你也没有提大 你又有写的舞台吗 你有写的舞台吗 我不行 我 比赛 比赛 我想个主题 我们就吐槽一下节目组吧 我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 我 我 在我的人生中间还有好多大起大落 你现在已经四点了 我真的想要下课 老师能不能不要在这里面继续脱膛 那我再跟你面前面看我 flow的玩的多强 当然我们是团体 所以咱们长城群 李荣浩老师我们也想看看杨成林 但是你知道烟雾都在这儿撩绕 我们可以忘记飞笑但不能忘了骄傲 我来到这儿他们都说我像小鬼 先是需要道歉 因为接下来有些事需要抱怨 其实我们来这儿都是为了在舞台上面放热 不是来这里天天都上课 你根本长得不像小鬼 No way Let's go No way Yes Yes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因为我老许一些节目 然后也遇到很多年轻的小朋友 就是你今天要搞清楚自己干嘛来了 就累点什么的 就这几个月过去就好了 老师盖个招 盖章 盖章这个事是这样的 我刚刚了解了一下 这轮我没有盖章 对 因为我没有给你们考核 吃饭去吧 再见